歡迎回來新聞棒 天生今天很歡喜 我們今天真的邀請到一位嘉賓 那當然已經在上次罷免韓國瑜的時候 他是出現在各個媒體 年輕有朝氣而且帥氣的 激進黨的柏洋 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連線 張柏洋 柏洋早安 哈囉各位 我們各地聯報 跟大家聽眾朋友 還有我們主持人傑明哥 大家早安 我是激進黨市議員柏洋 對 你現在是激進黨高榮市議員 當議員已經當了一年多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次 在民進黨推出了 搶救益川大兵之後 實際上在各地方都已經造成轟動 前兩天跟黃捷 機車的就像吞石龍一樣 看不到盡頭 但是你們針對這次王益川的旋風 你們其實激進黨也提出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知道激進黨上次 是拿到3%的總選票 那這次只要到5%的話 就至少兩席立委 但是針對這部分 你們激進黨也認為說 其實投資激進黨 可能會更有划算的可能 其實跟傑明哥這邊說明一下 也跟我們聽眾朋友來說明一下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 我們現在的目標 大家的共同目標 就是不希望當初我們共同罷免 叫做那個韓國瑜來當的立法院長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 今年的新的國會的起次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看的是 反韓陣營怎麼樣最大化 也就是說如果真的在立法院裡面 要投下反對韓國瑜的那一票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人夠不夠多 那過去台灣人民在整個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過去再生隨便的時代 因為那個時候嘲笑也大嘛 所以大家就會擔心說 如果再也沒有辦法單獨過半 民進黨如果無法單獨過半的話 總統會不好做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就喊說 整個綠營是要拼單一過半 那後來確實也在小英執政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自己單獨過半了八年 但十字近日我們現在面臨到的是 藍色跟白色兩大政黨的夹殺 那加上還有一個就是說 一個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友軍 有時候立場會跟民進黨唱反調的時代力量 在國會當中 所以其實綠營的選民就會擔心說 那如果這一次民進黨無法單獨過半的話 是不是以後賴清德 他會面臨到一個非常艱困的一個國會 但事實上激進的存在就是為了說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因為激進是小黨 那小黨其實有小黨的好處 就是我們如果能夠過五% 那我們就會得到兩席立委 那我們得到兩席立委需要的選票 其實比民進黨增加一席王毅川 需要的選票還要來的少 那民進黨推出這個搶救王毅川 事實上他就是一個在選舉 最後總收票的一個策略 我沒有說這個策略不好 我也沒有覺得不應該投給王毅川等等的 我認為說王毅川其實是一個口臺非常好 然後反應非常機智的一位前輩 但是如果說我們也希望的是抗韓陣營的整個最大化的話 事實上把選票在政黨票的部分分一些給台灣激進黨 讓激進黨可以在上一次3%的基礎之上 只要我們再度提升2% 大概是30萬 不會超過30萬票這樣的一個票數 我們就可以多兩席立法委員 那這兩席立委其實從過去激進不管是在代理人法 不管是在對抗韓國瑜 那不管是在台中對抗嚴加支持林靜宜 那甚至是四個不同意 台灣激進黨長期以來所展現的立場 其實都是能夠讓我們本土派綠營 或者所謂台派的選民能夠放心的 那也有人會覺得說那我投給激進 會不會傷害到民進黨的基本盤 事實上我也繼續說這個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激進是小黨 激進就算5%的選票70萬票 全部我們都放棄投票投給民進黨 民進黨也不會再增加一席立法委員 因為民進黨是大黨 他的政黨票的計算方式是需要更多的選票 像王毅川他是排第14 但是因為婦女保障名額 所以王毅川實際上是排第16 所以王毅川需要的選票 就算整個激進黨我們都不參選 把所有的政黨票灌給王毅川 還是不夠王毅川一個人當選 但是我們只需要王毅川8成的選票 我們就可以多兩席立法委員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長期跟本部派的選民呼籲 就是說投給激進其實CP值非常的高 那再來就是也不會傷害到民進黨的基本盤 因為激進原本的3%選票 就已經不是在這一次民進黨的大選選票當中了 我們是自己有一個3%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們思考的應該是如何讓兩綠共同過半 我們的抗函息之才會最大 而不是說單依靠民進黨自己過半 因為確實小英執政了8年之後 我們不能夠否認的是他一定有他的執政包袱 那從目前的局勢來看 不管是從總統的盛世還是地方區域立委的盛世來看 民進黨單獨過半的機率都不高 所以一直到大選的最後一天 我都還是會呼籲我自己身邊民進黨的始終支持者或民進黨長期的支持者 跟他們說其實如果你們假設你們有五個人或者是四個人 你可以把一票或者是兩票分給台灣激進黨 那激進黨不會背叛台灣 為什麼 因為如果激進黨會背叛台灣的話 在韓國瑜聲勢最高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跟時代力量一樣出來含又老又窮 我們應該會跟時代力量一樣出來 然後站在不打韓國瑜的這一邊 但激進沒有 激進在當時比民進黨更早跳出來打韓國瑜 那這也證明了激進在台灣有危險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的從來都是怎麼樣來協助整個台灣的大局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如果不讓激進進國會 如果激進在明年的國會當中缺席的話 民進黨要推動任何的事情 他都會缺少一個在稱之上的前鋒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比方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現在大家看到的民進黨的反勝透法 反勝透法其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東西 他是在上一次的大選裡面 台灣激進跟包含林靜宜 包含吕宛如 包含王定宇等等的委員 在我們還沒有息次的時候 我們就共同推出了所謂的代理人法 那代理人法其實比反勝透法還要來的強硬 但是後來因為民進黨他有很多 比方說不要自激台商 不要自激中國等等的考量 甚至是國民黨的反對 所以後來民進黨推出了一個比較溫和版本 叫做反勝透法 可是大家想想看 明年的國會 柯文德跟國民黨 還有韓國瑜這些人 加上民進黨三強鼎立的情況之下 雖然叫做三強鼎立 但實際上是二打一 在這個情況之下 民進黨想要處理抖音的問題 他想要處理播放預算的問題 他想要處理賴清德說的代理人法的問題 其實民進黨都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所有你提出來的政策 韓國瑜 柯文德 謝隆敬 柯智恩這些表演組的 加上黃國昌等人 他們明年的策略其實就是 台語叫做滑桃 滑桃的意思是說 全民都讓你沒辦法處理 這個他也有外國學者 之前日本有一個非常有名 台灣甚至的中京大學的教授 他就講過說這個叫做交土政策 那也要提醒我們本土派的選民 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中共和共產黨 就是退一步進兩步 他可以在今年大選 可能讓給你賴清德來擔任總統 可是他可以拿下今年的國會席持 所以他先退一步 但是他可以進兩步 為什麼 因為全面交土政策之下 四年後賴清德還要不要連任 這個會是一個蠻大的問號 所以在今年的國會當中 絕對不能夠沒有台灣激進黨的聲音 那激進不是為了自己的存亡 而是在我們看這樣子的國會結構的時候 我們發現台灣的國會 沒有一個忠誠於台灣利益的在野黨 那只要激進不進國會 我們台灣人民永遠只有民進黨 本兩百可以選擇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跟大家報告國民黨永遠不可能倒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沒有辦法去選擇民進黨之外的 另外一個本土政黨 那在這個結構之下 國民黨永遠會成為台灣人民的 第二個選項 大家知道人 我們講消費者心理學就好 人都是喜心厭舊的 你吃了民進黨的意大利料理 八年 叫做小英的料理吃了八年 人民總是會喜心厭舊 舉一個例子就好 高雄在韓國瑜2018年的時候 不就因為喜心厭舊 所以就算陳其邁當時2018年推出再多方向的政策 可是大家還是選擇了一個喜心厭舊的韓國瑜 一樣的道理 當台灣人民在整個全台灣的政治結構之下 喜心厭舊 他們決定要讓民進黨政黨人體的時候 老實講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哇 他們好像剩下九二共識可以選 他們好像剩下兩岸一家親可以選 可是台灣一直沒有一個屬於台灣自己的 或者是說忠誠於台灣利益的本土在野黨這個選項 那台灣激進的存在 其實我們不是說像黃國昌一樣為了當官 然後所以跑去弄實在力量又跑去民眾黨 我們就是希望台灣的政治能夠長長久久 而這個第二個本土的力量 必須要靠自己去把它給長出來 所以這個是台灣激進存在的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 那也是我們在這次的大選中 我們會不斷的去呼籲我們的選民 我們必須要打造出屬於自己的本土第二個政黨 那很多人就會問 那這樣我們投給激進會贏嗎 如果你們激進不會贏 我投給你是不是浪費選票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不是因為會贏才去投票 我們其實應該是你去投票才能夠會贏 為什麼會這樣說是因為台灣人民的民主得來不易 所以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投票應該就是要投給那個會贏的 因為選票很貴重 可是久而久之我們就會發現說 所以選舉為了會贏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就會去找各種方法可以贏 高嘉宇的贏對民進黨選民來說也是贏啊 那蘇正卿的贏對很多民進黨選民來說也是贏啊 可是這些人完全背棄人民進黨的理念之後 這樣子是贏嗎 這樣子是台灣人民的贏 還是這些人個人的贏呢 我們在整個民主化二三十年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不是忘記了 我們在選舉在投票 其實是為了去改變台灣 而不是為了贏而去投票 那其實台灣基金的出現 某程度上也是在我們的台灣政治 越來越重新的回到那種比較僵化的過程的時候 去重新提醒台灣人 我們的選票的這個價值 我們是應該是以行動投票去支持你所認同的理念 然後努力的讓他贏 而不是先問說你會不會贏 然後我才要支持你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不應該去讓我們的民族變成這種非常可惜的一個狀態 所以最後還是要呼籲台灣人民 基金在只有3%選票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2014年那個時候甚至連1%都沒有 我們就率先告訴台灣人民 民進黨不應該跟柯文哲合作 在2015年的時候我們是全台灣第一個推動 要清算國民黨黨產公投的政黨 我們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是全台灣第一個推動陽光法案 當時陽光法案就是說台灣的立委如果要參選 你必須要公開你在中國的投資 因為你的資產會掌握你的行動 那在2018年的時候 基金第一個出來告訴大家韓國瑜的危機 2019年我們推動代理人法 2020年的時候我們是全台灣一起發動霸函的政黨 2021年的時候我們在國防部推出那本 完全沒有用的國防手冊之後 我們也推出了自己的民間版本的國防手冊 在前幾天那個衛星空襲的時候 大家都腦袋一片空白 不知道怎麼犯的時候 基金到在三年前就幫大家在準備 如果我們真的遇到來自中國的空襲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那在去年2023年 我是高雄市議員張博洋 我也是全國第一個在議會質詢 台灣的里長被帶到中國 接受統戰落地招待的議員 那也要跟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報告 基金其實雖然很小 但是我們一直都在當大黨在想著選舉 當大黨在想著怎麼樣永續執政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幫台灣注意台灣該做哪些事情 不是說叫大家所有的選票集中小黨 但是像這樣子的小黨在台灣 必須要持續的讓它存活下去 所以把選票投給基金絕對不會浪費 3%我們就可以為台灣做這麼多 那如果5%我們進到國會 我們絕對會持續的為台灣衝在最前面 剛剛柏洋講到一個我突然間覺得蠻嚴肅的話題 就是這一次的名單就是有包括了民眾黨的黃國昌 以及國民黨的韓國瑜跟謝龍介他們都可能進到立院 那我其實也蠻懷疑民進黨的戰力是不是能夠 針對這三個人引以殲滅 那你們進到立法院如何來克制 就是一個謝龍介在張嘴 是 其實我們今天進到立法院 有個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要進行所謂的牽制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他作為執政黨 他是賴清德當總統 那賴清德當總統他要推動政策的時候 你民進黨自己執政黨的立委 你不可能跟這些表演組的每天在那邊吵架 所以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你今天當家作主 然後你還跳下來亂 就很像什麼 就很像罷免韓國瑜的時候 如果當年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當年是民進黨自己跳下來罷免韓國瑜 大家會說什麼 他們會說陳其邁輸不起 他們會說民進黨自己執政還在那邊帶頭作亂 然後馬英九一定會一臉震驚的說 這個是破壞憲政體制 但是呢 基進衝在前面的意義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在野的小黨真的看不下去 我們跳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民進黨就是雅雲對白 拿香跟著拜 謝謝博洋 謝謝博洋 票投基進黨 台灣會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沒錯 謝謝大家 謝謝